5 3 4 1 时程6点半 户外经济 大家肯定已经感受到我们现场的热闹了 为了配合欢庆电视50周年 时程6点半的今天特地从西海岸的广播现场 来户外的广播新闻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场的气氛有多么火热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在Facebook上同步的直播这半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现在我们可以请导播把这个新闻的网址呈现给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来观赏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将新闻制作团队的精彩的幕后画面 也放到我们的Facebook上 所以请手机的用户要特别留意了 与此同时除了西海岸广场 我的同事文贝也会从新传媒的演播室为我们报新闻 而我们唯一的男主播启元也出动了 好了启元告诉观众朋友 现在你在哪里 稍后为会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报道呢启元 好的海杰 那我就在当年华人聚居地牛车水 稍后我就会在这里透过微博为大家传回现场报道 那我也会像海杰刚才为大家介绍的一样 从大家所熟悉的新传媒新闻演播室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好了而为了让观众体验我们真正零距离的户外新闻广播 我们也在现场的安排了对新闻播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感受当主播的滋味 刚才那简直是人挤人 与此同时呢 现场观众还可以在我们新闻时段过后 也就是七点钟过后呢 留下来参加现场主办的有奖问答比赛 问题呢将同新闻发出的信息有关 所以有意参加有奖问答比赛的观众呢 要特别留意我们的新闻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让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的本地要闻 石里塔高速公路和金文泰路呢 分别发生了连环的车祸 十个人受伤入院 包括了两名三岁和六岁的女童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德市后半车身撞成一堆废铁 另一部黑色轿车也几乎仅剩前半部位 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发生的这起车祸 地点在朝往雾栏方向的 施利达高速公路靠近万里出口处 涉及三辆私人轿车 一辆德市和一部重型卡车 九名伤者年龄介于三到六十岁 被送入秋德巴医院和国大医院救治 车祸导致交通一度瘫痪 两条车道关闭 仅剩中间车道通行 经文泰路和杜佛路交界处 下午一点多也发生四部汽车 连环相撞的车祸 一人受伤入院 阻塞的车龙一度延伸到联邦道 职总进行网上调查发现 雇主需要给予在职看护者更多的支持 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 三千六百三十五人参与调查 当中两千多人或百分之六十在职看护者 平均每个星期花三十小时照顾孩子 年长父母或有特别需要的家人 当中多数人表示缺乏雇主的协助 调查也显示超过百分之六十受访者的雇主 不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雇员不享有照顾年长者假期 受访者中两百十几人没有固定工作 其中一百六十人为了照顾家人而辞职 在惹兰加油选区的关怀与分享计划下 约一百五十户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总值三万元的食品 这项计划接下来还可能扩大 让私人住宅的住户参与捐赠 六十岁的诺马家境贫穷 单靠丈夫微薄的收入难以糊口 在区内的关怀与分享计划下 像诺马这样的贫困居民 每人都获赠总值两百元的日常必需品和现金礼券 他们在今天的惹兰加油社区日 从总理李显龙手中接获礼品 计划是在去年由红帽桥集选区议员 英丹博士发起 目前社区伙伴也加入计划捐出食品 本地第一座生态联套基本的结构竣工 生态联道连接五级芝麻和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 让两边的生物能够自由地往来 国家公园局人员和一批自然爱好者 在即将启用的生态联道上 种下了50棵树苗 生态联道的绿化工作将在今年底完成 有关野猴扰民的投诉逐年递增 农粮收益局上半年就宰杀了300多只野猴 相当于本地野猴数量的五分之一 有动物保护组织认为宰杀治标不治本 而特意去老挝学习赶猴的方法 根据我们的记者胡杰兰的了解 政府机构也开始探讨通过节育来控制野猴的数量 猴子偷偷靠近位于麦里芝蓄水池的 这间餐厅目标是餐厅里的食物 当动物保护组织人员缓缓接近他们的时候 尽管动作不大猴子却被吓跑了 他们通过自己的动作和表情 告诉猴子不能够靠近餐厅 但是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野猴扰民的投诉从2011年起逐年增加 今年头8个月有1460起比去年全年多出六成 除了偷食物攻击人类甚至还有猴子闯入学校 多次拆下玻璃窗 农粮兽医局表示 在杀野猴是考虑到公众的安全和健康 不过关爱动物研究教育协会提出 香港解决猴子问题的方式 使得新加坡借鉴 在香港他们那边的猴子情况比新加坡的更严重 就是说他们的猴子密度比新加坡多十倍 但是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 他们不用宰杀 他们是用劫狱的方式 还有公共教育来解决这个方法 农粮兽医局授寻时回应 已经开始和国家公园局探讨 通过劫狱控制野猴数量的可行性 时辰六点半户外零距离 您可以通过手机到我们的Facebook页面 去观看网上的新闻同步直播 下一节我们还会回到西海岸广场 看公众尝试念新闻 体验当主播的滋味 文贝也会从大家熟悉的演播室 为您送上国际新闻 对不对文贝 是的海杰 谢谢海杰带来的户外直播 那么从现场的气氛 我们也感受到 无论是户外直播 还是公众尝试做新闻主播 都是让大家感觉非常新鲜的 那现在呢 我们先来看看各地的天气情况 稍后为您带来国际消息